国宝级艺人脱线离世后 21号家人为他举办告别式 低调的只办佳绩 在告别式上 孙子用手机直播 记录阿公圆满的这一天 子孙跪在灵堂前 虽然难过不舍 但心中感念 他这一生带给儿孙的信念 之前脱线的儿子陈嘉诚就透露 父亲离世前 还特别去亲吻他最爱的老婆 对着妻子说我爱你 还虚弱地告诉儿子 后事不要铺张 不要麻烦人 维持他平常的低调作风 而谈起脱线的一生 也见证了台湾演艺史 脱线本名陈炳南 最早从黑白台语片 客串兽衣角色开始 到后来歌厅秀脱口秀 重回大萤幕拍国片等等 一路走来见证台湾的影视史 后来又到台东 开启养鸡场 甚至当起年纪最大的网络直播主 这原黑框眼镜招牌特色 也令人印象深刻 脱线的戏剧功力 更被誉为台湾卓别林 人生九十载 精彩一生 长眠台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